香港争取真普选遭到中共当局封杀 不但港人抗议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和亚太小组主席夏波在受访时 他们共同谴责中共背弃了一国两制的承诺 他们也希望台湾能从中吸取教训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德罗伊斯 和亚太小组主席史蒂夫·夏波 不久前均到访香港 并对两岸三地的民主状况十分关注 罗伊斯表示 中共封杀香港真普选 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违背 剥夺了港人的权利 美国应该对此发声 国会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夏波的希望 台湾能从香港的经验中学到教训 我认为这种方法 我认为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在香港 我认为台湾要很小心 他们不可以进入一个状态 可能会似乎是一种好事 但是你与中国联系 你会发现你不能脱出自己的状态 夏波议员表示 中共当局一直以来都在采取各种方式 强力打压民主运动和维权人士 对于香港学生和民众 为自由和民主发声 美国一定支持 但同时也提醒民众 对中共当局的流氓手段要保持警惕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